Hello学期的朋友,我是国际象棋老师Mandy 好开心和大家宣布我的频道会新增一个世界优秀起手专访系列 希望大家都能从世界上最顶尖的起手吸收经验和启发 这次访问很高兴邀请到住在台湾的意大利国际象棋大师 朱塔利·弗特利库 祝菲德跟我们分享国际象棋方面的经验 我们马上开始吧 请你简单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叫朱塔利·弗特利库 中文名字是朱菲德 我是意大利人 但是我现在在台湾已经住了三年了 我是National Master 也是Feeder Instructor 我12岁的时候开始参加国际象棋比赛 除了意大利外,我也出了很多祈祷周古诈 而且我有找国际象棋的经验 将近八年了,在意大利和台湾的小学小课 你最初是怎样接触国际象棋? 我留学时,我妈妈教我如何下棋 但是我爷爷是一位专家,所以我经常和他下棋 我真正开始认真学习下棋的时候是过重 那时候我就非常喜欢下棋 但是除了责任之外,没有人陪我下棋 刚好我的学校有莫迹象棋的水段 还可以去参加比赛 从那时候,我便开始参加比赛直到现在 你觉得下国际象棋的三大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下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我来台湾时,我没有人和朋友 但我透过当地的学团,认识到了很多的朋友 才就是培养自己耐心 因为在比赛中,如果没有耐心的话,就会很容易做错 最后的好处是不管你几岁,你永远都可以下棋 不想记得的运动会受到身体严厉的印象 你最欣赏的棋手是谁呢? 我最喜欢的棋手是Bobby Fisher 因为在大年年代,很多厉害的棋手都是来自俄罗斯 但她是唯一一个来自美国的人 她打败了很多厉害的尔罗斯棋手 并且成为了世界冠军 直到现在,泰亚是唯一一个来自美国的世界冠军 你觉得优秀的棋手需要具备哪三种特质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海下棋 要永远保持客观的心态 去看待任何的比赛 并理性地分析每次的错误 不管你是赢或输 都不能太得意或是过度地相信 最后,就要非常地努力去透露在下棋的方面 中文有一句话 叫做情能不作 毕竟只有天赋是不够了 多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学习国际上棋的过程中 最大的挑战和难题是什么? 以及你是怎样克服的?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要如何面对失败 因为当比赛输了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崩溃 但我还是要振作起来 去分析这次的失败 和准备下一次的比赛 我觉得在学习如何赢 要先学习如何失败 如果初学者想提升其力 你最想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是不要忘了Blitz Games 至少要有数分钟给每一位起手 因为如果下的太快 你会没有时间去思考新的想法 你只会重负责你已经会的东西 你最推荐初学者学习哪些国际象棋开局呢? 我觉得初学该演习的开局是白小便到E4 然后黑小便到E5 不管你是白色或是黑色 我觉得如果你学习这个开局 你会有很好的基础 你最推荐的线上国际象棋 学习资源是什么呢? 我推荐Litzes.org 因为你可以和其他的起手 先上对账 然后这个网站会分析你的错误 还有告诉之后该如何去下棋 让你不会再重到负责 而且平常的时候 可以在上面练习Fuzzles 来增加自己的技能 再加上这是完全免费的 关于Mandy简单国际象棋教学 你有什么评价? 我很喜欢Mandy的频道 因为她的说明很清楚 有很轻松的感觉 然后对我来说真的不错 因为有中文字幕 我可以练习我的中文 再次感谢主飞得你接受访问 你的分享不仅十分有用 还给我们传达了一些国际象棋 重要的学习观念 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从你的回答中得到启发 再次谢谢你的分享